3.5 节点和酒用 在商序系统中 用笔记法只有9种 称为酒用 所有的大圈和小圈 都是这9种方法写出来的 读帖时看见节点 就要想一想作者用了酒用哪一法 可能只用到一种记法 也可能用到两种 甚至更多 我看QQ群组中 经常有人提问 某个节点应该怎么写 我记录了一些同学的疑问 今天解释一部分 玉堂进经记录的酒用 次序有些乱 我来把它们整理一下 按性质分组 1. 往下的动作 预风和蹲风 九用至三 预风和至四 蹲风 这两个是一组 都是笔心向下的动作 所不同的是 预风这动作 笔心是从空中 直撞子面 蹲风不同 笔心已经在纸上 下蹲以压弯笔心 犹如人屈膝 这两种用笔 是否都会产生节点呢 玉堂进经 蹲风讲得比较明确 缓嚎蹲结 这四个字 明确地说 蹲制造节点 技巧是慢一点下蹲 轻重有准 太重 比风会散 对预风 只讲了 有点连误 折明暗注 垂直下指 会有点 这一点 是不是节点 有同学提出 为什么 为什么预风 为什么预风 直撞子面 是一个节点 笔心运动方向往下 得到A点 此时没有行笔 无需调风 所以不是节点 就像国画中 远处 远处树叶的画法 只需用笔尖 击打 得到一个个圆点 这些树叶 不是条风点 自然 不是节点 什么时候 A点变成条风点呢 笔尖 撞入紫面后 是要行笔的 如写一横 起笔之后 向右行笔 这就改变方向了 依照刘希寨定义 换笔心 即换向 只要你一行笔 A就成为一个节点 沉碎的 尖锋线起笔 这个节点 非常小 音笔经 七十八行第二个字 道 右旁长横 是尖锋线 请注意 它起笔时 有个黑点 这是御风状子的痕迹 通常下指后 尖锋不动 把笔心来回摇一下 把尖锋 咬十指面 然后 成做的 幻象行笔 做了这种 咬的动作 这一点会变大 颜色 会变深 正风下笔 这是五号位 得到一点 然后幻象 用数字表示 是五三 十二行 第三个 道字 右胖 长横 同样是 尖锋线 这次 起笔节点 比较大了 下笔 用侧峰 一分笔 也就是下笔 把笔心压弯到 一分笔 结触 紫面 然后幻象 这是九三 两面幻 跟七八零二道 长横 五三 起笔 相比 幻象 手腕 动作 差不多 说 不同的 只是 笔肩 运动 和 撤锋 运动 自分 起笔 两面幻 这技巧 横腐经 有一招 很有个性 你看 这名字 右旁 勾弩 是起笔 普通 是九六 两面幻 如 用自八法 中间 这一式 而横腐经 用六五三 结果 画出一个弧形 瑞士的起笔 如八八零三 有字 九零零三 子字 长横 起笔 都是先点 而后 以一个弧形 向上转出 各位 流星学一学 可以增加一种 起笔方式 音笔经 五五零二 诗字 左边的横 起笔用 一六 相当罕见 右旁的横 起笔中线 是九三 等于写 永之八法 一侧 然后转向 六号卫星笔 所以 箭头所指出 还有一个按接点 整个起笔动作 应该到一侧 结束 可视为一个复合大节点 包括九和三 两个动作 两个动作 音笔经 一七零一 杀字 箭头所指出 是不是预风起笔 不像 预风起笔 没有这样大 除非你的毛笔 特别大 这应该是 蚕头起笔 蚕头是两圈起笔 历书中很多 但 反十针两圈 等于 顺十针一圈 所以 一圈起笔 是蚕头的简化 蚕头 倒笔数 音笔经的起笔 除了两面换字外 还有三面换 四面换 等等 变化很多 有个别地方 看不清楚 怎么办 举例来说 这个有字 其笔处 纸上损坏了一块 原来纸上 有没有墨呢 或说有 或说无 这种讨论 恐怕永远没有结论 就目前所见而言 当是一个三面换 音笔经有五个有字 其中4204这个有 齐笔也用了三面换 和0502波式方向不一样 波式方向一样的 可见83021长横 画出中线 可以看到 和0502长横 完全相同 小结一下 现在我在讲节点 线条的第一个节点 就在起笔处 笔心直下起笔 只有预风一法 撤下用吞风 然后换面 方法就多了 箭头锁指 有53936316396 形成形状各异的界点 当然 音笔经还有其他起笔方法 如四面换字类 古人说 善用笔者 八面出风 看这些起笔 确实这样 这只是一横的起笔 这只是一横的起笔举例 不包括竖 撇 那等笔画 你也可以自己做些研究 统计一下 大有好处 我说过 灵贴 大圈要和字贴一样 小圈可以不同 两面换没有写好 可以变成三面换四面换 字如次类 种种其笔 不是要死记应对 而是要活用 其中的关键 只有一个字 就是熟 熟能生巧 熟练了 就能把前人的经验 变为自己的 二 行笔动作 月峰和错笔 无论你怎样用笔 笔性状态 只有两种情况 一直 一弯 所谓笔性直用 直使用笔性的尖顶 得到尖锋线 尖锋行笔时 纸面的摩擦力 会把尖锋拉住 使笔性略成功型 但这不是我们主动的动作 但这不是我们主动的动作 我们会实施逆锋 以扶植笔性 使用笔性的侧面 得到侧锋线 这是弯曲笔性 这是弯曲笔性而用之 尖锋线又称骨线 射肩骨 尖锋线又称肉线 肥则都肉 水笔性弯曲度大小 肉线有一二三分之别 尖锋线三种 加上尖锋一种 总共四种 四种情况的分别 其实就是笔性的弯曲度不同 相比之下 尖锋线比较难写 更需多加练习 因腐筋骨肉相继 经常使用尖锋线 有意学习尖锋线的话 应该多灵写这本字帖 智勇签字文 多用彻封 王张宏先生未知 方于妩媚 这是就大体而言的 实际上 智勇作品也会使用尖锋线 如 智勇争吵签字文中的 虞字张字 就用到了尖锋线 智勇只是笔音符筋 少用而已 一个优秀的书法家 一支毛笔在手 应该能熟练变换 从尖锋线到侧锋三锋线 出细不同的线条 有这样的本领 可谓用尖锋 一支毛笔的性能 现在有个问题是 无论你写尖锋线 还是侧锋线 是不是只要行笔 就会产生节点 不一定 如果有这么一根线 这柱两头起笔和收笔部分 中间是行笔部分 画出中线 是一条直线 既没有改变方向 也没有做过任何调缝动作 无需动手腕 那这根线中就没有节点 这是平托线条 平托线条表现力较差 避免平托的方法 是摇腕韵饼 摇腕一摇 线条就呈现出波动 波波生动 摇腕一摇 意味着方向有变动 于是就产生一个节点 连续摇动 就得到一连串的节点 7805 这个天字两横 平时自重 不如3003 注意有些笔画 看起来好像一条直线 其实也是摇腕写出来的 卢音笔经8801最后一竖 我们学过滚笔式 眼增进欲为无肉痕 当滚笔式的波动逐步减小 就可以用来写一竖 摇腕微微摇动而下 比一滑而下更稳定 墨色更深 这样用笔 这样用笔 自然有很多按节点 有同学问 7402旗字 中间长横 旗笔很细 然后变粗 大约一半以后 又变细 收笔又加粗 这是不是摇腕行笔的效果 是 这条线从旗笔开始 右左右左 来回两次 可分为四段 三个节点 摇腕从右改到左 带来向下的压力 所以就会变得粗一些 同学又问 0605 贼字 右旁低横 开始很细 不断变粗 说明手腕一路下端加压 是否从头到尾 都是节点 这问题很好 下端是会产生节点的 我们把这笔画的中线画出来 就会发现 基本上是平直的 所以 遇到行笔部分 逐渐下蹲加粗的情况 先把中线画出来 如果从头到尾 保持方向不变 而且除了下蹲 没有做过其他调缝动作 这逐渐下蹲产生的只是 一系列 按节点 如果行笔过程中 改变过方向 只需标示出 变动手腕的那一点 这跟上一刻讲到 整根弧线上 都是按节点 只需按照手腕摇动 来标示 关键一点 即可 还有一个问题 尖锋线非常细 英浮金中 有些尖锋线 中间似乎 断了一截 要不要补起来 尖锋线断裂 或是因为年代久远 纸面掉了一层锁制 或是书写是摇腕动作过大 导致尖锋 短暂离开纸面 读贴时要看清楚 但绝对不要去补笔 草书中的千诗 只是上一笔和下一笔之间的联系 摇腕时 笔尖稍稍高了一点 就会断开 如自用争吵千字文 这几个草字 千诗就是断的 这种断开 前人称为笔断一连 并非缺点 千万不要补笔 认其自然 是上上策 补笔 是下下策 无论你怎样补 总不自然 往往弄巧 成拙 草书千诗 是须笔 我前举的英辅经几个字 它们的尖锋线 是实笔 这是二则 本质的不同 如果你摇腕写尖锋线 出现了断开的情况 也不要补 英辅经之字 把下面的撇 齐笔 补在断开处 这才是 聪明的方法 英辅经有五个 支字 就这个字的撇 齐笔最高 孔非偶然 下一课继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